世卫警告新冠肺炎的死亡数字恐怕是严重低估了 另外向印度的变种病毒流窜 专家也担心连疫苗都挡不住 交给记者陈允文 好来看到是关于国际上的新冠疫情的变化 首先来看到是关于这全球的新冠病毒死亡诊数 目前从这2019年底在中国爆发以来到现在为止 官方的统计大约是超过34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不过现在世卫组织认为这数字可能是大大的被低爆了 因为他们估计有保守的估计 他们认为恐怕全球多达600万到800万人 是间接或是直接死于新冠肺炎 好那这是因为他们说在早期的时候 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有些国家是延迟通报这死亡人数 以及有些死者可能当时根本来不及去做这个病毒筛检 就被火化掉了 所以根本无法确定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 那么再看到是在印度部分 印度出现的是变种病毒的分支 是新的这新的双突变变种病毒 而且这项病毒它的传染性更强之外 可能会让疫苗失效的风险 甚至是儿童还有死亡率都会更加的来提高了 那么再看到是专家认为说 这项变种病毒分支可能就造成现在亚洲的国家上升呢 在西洋还有越南跟日本疫情加重的元凶之一 所以呼吁大家一定要严防着印度变种病毒的个案输入 西班牙宣布六月份呢 欢迎全球所有已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 另外在冲绳的疫情呢 因为东京游客造访而升温 再交给英文 好来看到是目前欧洲各国家开始陆续的放宽他们的防疫措施 首先是欧盟他们宣布了从7月1号开始 要实施一项叫做新冠通行证 就是分成三大类 第一呢就是已经打完疫苗的人 或者是你的检测报告是阴性的 以及第三就是已经康复者 他们可以自由穿梭在欧盟的各个国家当中 希望可以带动整个相关地区的商业的复苏 那我们再看到的是这个已经脱欧的英国 现在呢被德国列为是这印度变异株激增的地区 也因此德国是严谨的 是拉高对英国的这个检疫措施 要求必须检疫长达14天之外呢 也限制只有德国公民能够从英国返回德国来入境 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 这也是非常迫不及待要敞开国门了 他们打算从5月24号开始呢 开放10个低风险的非欧盟成员国来入境 而且呢完全不用持任何的PCR阴性报告 然后呢在6月份开始 6月7号呢是允许全球已经打完疫苗的人 都能够入境到西班牙来进行旅游的活动 不过我们来看到是这个被观光呢受害的地方 就是在日本的冲绳呢 因为日本的五一长假当时呢 有很多东京游客跑去冲绳来度假 但是现在的冲绳的确诊数却是暴增的状况 昨天呢新增了207例 创下新高纪录 也因此现在冲绳被纳建是紧急事态的地区 所以呢还是会大家尽量减少这不必要的群聚活动 法国最新的实验证明 狗狗可以透过嗅觉辨别新冠病毒 而且准确率呢比快塞还要高 更多资讯请教英文 好来看到是法国的实验显示呢 狗狗的嗅觉很敏锐 可以嗅出新冠病毒之外 它的这个准确程度 可能还比现行的快塞设计来的准确 我们就看到这实验室呢 透过呢300多名受试者 以及9只小狗进行的实验 他们是先由受试者呢 在采检之后把棉花棒压在腋下 两分钟 然后呢再放进这个罐子当中 让小狗来嗅文 来找出哪一个是阳性 哪个是阴性 然后可以看到是这个嗅出阳性的样本呢 准确率高达98% 97% 以及嗅出阴性呢 是高达91% 都是有高过9成之多的 不过来看到是现在快塞设计的部分 快塞设计的准确率 大概才72% 是远低于狗狗的嗅文的这个准确度的 所以他们认为呢 可能是比这个快塞计来的准确 但是还是无法把狗狗来取代 这个现行的PCR核酸检测 但是呢可以帮助来识别说 哪些人需要完整的这病毒筛减 来提高整个大规模筛减的效率了 请订阅按赞分享T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